马上就有人向古老师提问了 都说冬吃萝卜 夏吃姜 这夏吃姜就夏吃姜呗 但是呢 姜皮真的是有时候该留 有时候该丢吗 那么生姜皮呢 是有的时候得选择 该用 该丢 那看来啊 那位女士还真的就不侨幸啊 因为她说感冒的时候 喝这个姜汤水 就得把这个姜皮去掉 这个对劲吗 那么呢 中药呢一般分那个四气五味 这个四气啊就是寒热温凉 那么姜皮呢 属于寒热温凉哪一类呢 我觉得姜应该是热性的 大家的这个理解里面 都是这个姜是去寒的嘛 姜皮我就反着来 是不是它就是寒的呀 我觉得姜皮是不是也是热的呀 它一种植物上面 怎么能长出两种 我也觉得姜皮和姜都是热性的 因为它是同一个植物上的嘛 那么这个生姜呢 是属于新温之性 大家是感觉这个 一吃完姜 它有一种辣的感觉 这叫辛辣之品 我们总说辛辣之品 辛辣之品 辣味属心味 那就是心味 另外呢吃完生姜以后呢 浑身热 这是它这个温性 谁要是着凉了 肚子着凉啊 身上着凉啊 喝点这个姜一类的这个水 就可以 但是这个生姜皮啊 确实是属于 我们中医认为啊 生姜皮属于良性的东西 那直播间的朋友也都说了 姜糖水是管风寒感冒的 那我们煮水的时候 是不是得把姜皮去掉 因为姜皮是凉的 它说的有道理吗 顾老师 对呀 我们一般的如果要是风寒感冒 或者是胃遭凉了 要温理散寒 那么用生姜和红糖煮水 这个时候最不好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生姜皮去掉 也有朋友支持那位先生 他说姜皮才能有多少 就算它是良性 那也不会影响姜糖水 去散风寒的作用吧 是 我们一般的 我们一般在家里吧 不是那么太要别讲究 确实主要是用它生姜的肉 但是呢 我这里讲的 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 还是把生姜皮去去为好 那针对人不一样 就是如果说我没感冒 我夏天就想喝点什么 这个姜枣茶之类的 我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是这一件